四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迹 述儿篇第七章 子曰 自行述修以上 无未尝 无悔焉 下面是写功讲义 述修一节 述修这两个字有不同的解释 四书腾炎 述修是自见伯物 孔虫子 子师居贫 获自尊久述修 别时 鲁林传 逢为门徒述修一毫不受 汉书诸一传 述修之愧 轮与笔解 隐说之 为述为述博 修为修福 以上皆为字物 那么以上解释 述修这两个字 都是属于制物 制物就是这个古代初次 就是第一次见尊长的礼物 叫制物 后汉书言赌传 无至述修以来 郑虫为年十五以上能行述代修士之礼 后汉书何地记 赵曰 述修良历 正经传 经述修安平 逢言传 规避其行 述修其心 流音传 述修自行 为诸侯师 以上经不远物质 那个制物就是礼物 是物质 那么下面讲的这几个 那就不是指物质了 是这个其他的意思了 所以这个以上 述修有物质跟非物质 两种解释 只曰自行述修以上 述修今日已经没有了 无能要讲 那么今天已经没有述修这个礼了 写入老人仍然要讲 大家可以极一语而以三语反 这是极一反三 修修不是只有一种讲法 可以参考集市 世书藤言说 修修是自见博物 古代拜见老师 初见面时 人们要送博礼为字 例如 汉书说 树修之愧 树是树薄 修为修辅 干肉 就是肉干 另一种讲法 后汉书说 吴自树修以来 正弦住 未年十五以上 能行树代修士之礼 这个树修不是说物质 吴未尝无悔焉 孔子说 只要有一个人 能行树修之礼 或再高一点 吴没有不教他的 送福薄礼 或是整齐来求见 这两条古书都有 这是这两条说法 古书都有 一个时候有一个变化 不一定 一个人能截身来求教 孔子便赞许他 不追究以往如何 拿薄礼来求学 或是截己来求教 孔子都愿意教 这个就是 有送一个一点薄礼 来向老师求教 或者自己很有诚意的 结己来向老师求教 他的过去 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孔子也不追究 都愿意教 只要他愿意来学 你既说 礼文来学 不文网交 自古以来 师徒如父子 老师过世时 弟子胡心商三年 例如孔子过世 门弟子有很多人 如木三年 因为老师教学行道 不是为了钱 今日则是商业行为 不再有师徒之义了 从前众棘子 都要列出老师的名号 花铁给大家 无所知道的 凡是五代 为世家的 都有来往 过年时必须去后头拜年 教书的人 就是如此 厚 厚到 医生也是如此 华陀是自己来为官吟长 刮骨疗伤 一吻不起 因为他是为了行道 从前教书 看病 都是为了行道 不是为了钱 中华民族 面于义族 而最终都能恢复 因为有民族主义的缘故 今后就不敢保险了 那么这个血路老人 讲到 现代跟古代不一样了 现代 教书 做医生 都是为了行道 教书 为了帮助人 开智慧 医生 为了救人 都不是为了赚钱 我们中华民族 曾经 面于义族 而最终都能够恢复 因为有民族主义的缘故 有中国传统文化 现在没有了 所以血路老人讲 今后就不敢保险了 好 这张书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这张书 都能够恢复充满 都能够恢复充满